-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大家知道我之前是在书华罗时期工作嘛,但是一直没有在店里面给大家录过就是我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今天的话就带大家去这家店里面看一看在澳洲的零售店里面做桂哥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Let's go! 所以当时我是直接拿着我的简历这样子走进店里面的,然后就递给了当时的那个manager,然后他人真的非常好,就没有给我面试,直接就顶到了那个area manager,就趋经那边去,然后一次面试就过了 来说一下薪水分配,澳洲零售开收立班给零售行业最低工资,周一到周五28刀每小时,周五晚和周六35刀每小时,复天41刀每小时,公共假日50刀每小时 一天上班的时候我还记得非常的紧张,之前从来没有做过retail的工作,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国家,然后讲英语,讲实话这边人我当时口音不怎么完全听得懂,第一天就搞了很多的笑话出来,我记得有个人走进来问我要,没有cleaning class,然后我完全没有听懂那个是啥,就只有向我的同事求助了,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每天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今天没有穿工作服,我们是必须就是全身都是黑色的, 包括我梅子,袜子,就全部必须是黑色,因为我们需要带珠宝,每天都需要带至少5件珠宝,因为在黑色上面比较蹭得出来嘛,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先到这边来打个卡,所有的衣服啊,手机啊,然后Apple Watch全到这边的柜子里,一些东西准备好之后呢,就站在这个外面,就等客人进来,就是每一个客人进来之后,都一定要有一个人走上前去说,嗨,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what can I help you?大概就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需求,但是一般客人会有两种, 一种就是那种特别热情特别健谈的,他会给你聊很多,但是大部分的客人其实是想自己先逛一逛,这种的话你就会说,oh that's ok,if you're just browsing,let me know if you want to try anything on,and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 help,比较难的就是一些情况的处理,比如说客人要推还货呀,产品有什么问题呀,或者说是多期付款的那种,这家店其实是刚刚装修完的,之前是一个很正常的白色的收花露实习店,现在整个全球的店的话都变成了这几个颜色,绿色,蓝色,粉色跟蓝色,我们店就是蓝色, 整个装修出来的话,是一个比较静谧,比较神秘的感觉,然后他们主题应该是sarital,就是那种走进文化故事里的感觉,他们会有珠宝,然后有手表,还有这个水晶就可以摆家里面,这周五是黑色星期五,整个周末就会特别忙,圣诞节整个店也会是超级忙,所以我们也有在招Christmas Casual,一般所谓的零售行业的话,在Christmas之前都会招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堪陪啦,如果你想找一个retail的工作,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到处去看看,那如果你想在这里工作的话,你也可以私信我,我看看你建立,欢迎回给我们的manager吧,现在是下午五点半啦,澳洲的关店时间特别早,铁尾就跟我们形象大师拍一张吧,我们真是天天看到Bella,她的已经换过无数套装备了,好了,今天视频就大概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